喂 您好 這邊是UberEats 餐點到樓下了 幫您送上樓好嗎 抵達目的地 開門送餐 爬了五層樓 終於抵達 您好UberEats 這是您的餐點 祝您的餐點愉快 謝謝 把餐點交到客戶手中 任務完成 這是外送員的送餐日常 遇到沒電梯的公寓爬上爬下相當辛苦 隨著外送商機越來越夯爭一眼 不斷發聲 有網友抱怨遇到不願意上樓的外送員 並抛出對話截圖 這名網友告訴外送員到了麻煩送上來 對方卻回應可以不要上去嗎 雙方意見分歧 鬧得不愉快 事後該名網友詢問客服 客服表示外送員會將餐點送到顧客門口 也就是說會將訂單送上樓 而外送員該不該上樓 也引起網友們激烈討論 我應該會偏向下去拿 我可能是覺得自己隱私也滿那個的 問問看啊 要是對方願意就可以啊 如果說對方不願意 那你就自己下去拿也沒什麼不好 不少民眾都會提恤外送員 然而卻也有例外 一名外送員抱怨送到某社區大樓 由於管委會公告禁止送餐到套房 但他打電話請客戶下樓取餐 卻被掛電話 最後只好偷溜進去送餐 還是收到負評讓他好無奈 如果客戶就是有說他住在什麼樣的樓層 希望我們送上去的話 就是我們都要送上去的 那資料填寫上面可能再多一些程序 讓這個過程變得更精準 那也可以少一點雙方之間的誤會 外送員該送上樓嗎 事實上兩大外送平台都沒有明文規定 但只要標註樓層 除非特殊狀況都會送到指定樓層或門口 要避免爭議還是在訂餐前溝通清楚 才不會造成雙方不愉快 叫黃明俊黃英俊台北報導